我丈夫那个案子 请你们重新调查 他不是会当用公款的那种人 那是孩子的妈你的想法 我的丈夫我最了解了 请包包 开样子好像快生了 孩子要出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哭吧 哭吧 至少要哭出来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在身体恢复之前 可以先暂时住我家 这里是无处可去的人 迷路的人 还有错过末班车的人 可以暂时休息的 跟休息站一样的地方